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管理数学中几率部分的组合的这个单元 首先我要介绍组合的部分的教学目标 在知识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有组合的基本的观念 要能够熟练 在技能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利用组合的一些观念 来解各种问题 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是组合的问题 那么在态度的部分 那也是一样的 在计算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有很积极的发问 然后积极的参与了我们的活动 在这个单元来说 我们的教学大纲 我们要介绍的是组合 组合的定义 还有组合的一些基本性质 那么还介绍的是重复的组合 首先我要介绍组合的意义 组合是怎么算的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看看我们的定义 我们有N个相应的物件 如果我们从N个里面 挑出M个来 请问有几种挑法 我们的挑法就是C N取M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个部分跟我们排列 有什么差异呢 我们差别只差别在 这个地方 N个里面抓出M个出来 是排成一列 它是有顺序的 第一个跟第二个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123跟321是不一样 ABC跟BAC 这两个都不一样 而我们而言的话呢 这个叫做Combination的话呢 是所谓组合的部分 它是没有顺序限制的 也就是说 它只要把它抓出来 有三种抓法 那我们就 不论是ABC 还是BCA 这样的抓法来说的话呢 这是对我们组合而言 它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它们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地方是排列 再除以它的 这个M个排列 这是除以它的排列数 排列的话呢 是排成一列的话呢 是由M个阶层的 所以我们除一下 我们就发现 这个算法就是 上面 那记得 各位同学要记得了 CN取M的话呢 要怎么算呢 上面是什么 N阶层 上面一定是大的 下面是小的 除以一个M阶层之外 不够 还要在N-M 再刮胡 N-M个 那么我可以告诉各位同学 组合这个公式 比排列的公式更重要 因为如果你们组合了 那么我们就会排列 只要是先抓了组合 出来了以后 然后如果需要排列 我们再乘上 乘法原理 就够了 所以组合 其实是我们 最常用 而且是最基本 最重要的 一个公式 就是 由N个里面 取M个出来 有几种 选法 是这样子的 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叫做 组合的话呢 有些基本的性质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 很基本的 N个里面挑M个 N个里面挑出M个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 N个 假设这边有一堆 一堆 有N个 N个相义的 那我们现在中间的话呢 挑选出M个来 那么请问一下 剩下几个 N-M个 来我们来想一想 如果我们从N个里面 挑出M个来 是不是就是相当于 从N个里面 丢出N-M个 排除它的 意思是一样的 我挑选的方法 跟我抓丢掉的方法 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C 失去3 我们就毫不犹豫的 直接写 这要填几呢 你们就可以填7 因为 10个里面挑3个的挑法 相当于 10个里面 抛弃7个的 抛弃方法 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 是我们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基本性质 而这个呢 这个比较少用 但是这个地方 是在 二项式定理的地方 我们需要用到 这个在后面 会用上 这是在二项式定理的部分 介绍的是组合的公式 组合的公式的话呢 我们最常用的话呢 就是这个 C N取M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由N个不同的物件之中 挑出M个 有几种方法呢 有C N取M的方法 那么我们要介绍它的计算方法 计算的方法是这样的 C N取M的话呢 怎么计算呢 上面的话呢 一定是要比 下面的要来的大 N一定要大于M 那上面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是N阶层 下面这个的话呢 是M个阶层 再乘上 N-M的阶层 这个公式的话呢 要不要了解它的一些来源呢 其实它的来源是非常简单的 来解释一下 现在的话呢 有N个不同的物件 它有N个 我们上面的话呢 这些都是不同的 好 我们来这么说了 我们要挑出M种 M是小于N 那么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 我们要挑出第一个的时候 请问有几种选法呢 有N个选法 第二个的时候就变成了 N-1 那各位同学看看 那么我们一直挑 一直挑 挑到什么时候呢 挑了M次 是不是一直要乘乘乘乘乘到几呢 N减掉 M 加 1 这么多次 这个是这么多种挑法 好 那问题来了 各位同学必须要知道 组合是没有顺序观念的 我先抓这个 我先抓这个跟后抓这个 是没有差异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不需要排列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再除以 他们之间的排列数 这边一共有几个呢 有M个 所以我们这边要除以一个 M阶层 那各位同学看一看 这是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的话呢 继续写下去 我们把底下的话呢 补上 我们把N的话呢 这个地方继续补 补到1 乘到1的话呢 各位同学看看这是什么 这边的话呢 就是变成了N减M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上面直接的话呢 为了好记 我们直接的话呢 将它扩充 那这边就会变成了 N减M的阶层 从此以后就记得了 组合的话呢 N个里面挑出M个 我们的计算方法叫做 CN取M就可以 那计算的时候 记得大家要使用的是 对销的方法 计算才会比较简单 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大乐透 大乐透的玩法 各位同学请看 大乐透是 玩法是说 它是由1号到49号中间 然后我们的话呢 选6个号码 我们选了6个号码 各位同学必须要知道的是 请问这6个号码 有没有顺序的观念呢 它是没有的 没有 可不可以重复呢 不能重复 那么各位同学知道 它的话呢 我先选1号跟先选2号 还有先选2号跟先选1号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它没有顺序观念 这就是组合 它不是排列啊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就这么说了 每组排 我们要包的是全餐 都要买一张 那一共要买几张 现在是0到49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各位同学知道 我们的组合的观念的话呢 这个题目就非常简单了 有几个号码呢 49个号码 我们要挑几个 挑6个 我们就是 C 49取6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就立刻就算出来了 总共的话呢 我们只要买的这么多张 就可以 每一种都 每一种组合都各有一张 也确认的是 一定可以中的是 头彩 二彩 什么彩都有 那么到底它有多少张呢 那它有几种 就是买一张嘛 各买一张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呢 C49取6 它是一个天文数字哦 那么它怎么算的呢 是这样的 这边是49阶层 这边是6阶层 这边是43阶层 这个数字的话呢 不要小看49阶层 这个49阶层的话呢 一般的计算机 是算不出来的 那我们的话呢 继续算下去 这个的话呢 算法也只有一种方法 叫做对销 来我们看看 43阶层跟49阶层 对销之后变什么呢 49的话呢 变成49 48 47 46 45 44 43还要不要呢 它不要了 因为它跟它对销了 这边就是 6 5 4 3 2 1 然后的话呢 再采用的是 对销的方法 那我来看看的话呢 这是 3 5 15 这边是除一下 这是8的话呢 2 4 8 8 6 48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是 这边把48消掉 于是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了 我们要买几张 就可以每一种组合 通通都有 我们要买的是 我们要买的是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一个组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立体 组合的话来说 我们也可以的话呢 应用于我们在赛程上面的安排 那么我们介绍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看一下 有A B C D E 有五国的篮球队来参赛 那假如的话呢 我们每一队都要互相打一场的话呢 那么总共需要赛几场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说 比赛的话呢 A跟B来比赛 跟B跟A比赛 它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的话呢 它并没有顺序的一些差异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种题型叫做组合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做法的话呢 如果同学的话呢 完全不了解组合的做法 那么我们是怎么做的 那么我们做给各位同学看 A B C D E 五个国家 然后的话呢 总共要打几场呢 这样一场 两场 三场 四场 五场 六场 七场 八场 九场 十场 这样子的话呢 一共要打十场就可以解决了 可是的话呢 如果说 这个队伍的话呢 非常的多 这样子的话呢 对于同学来说 可能会不容易画这个图了 那么我们其实的话呢 必须要了解 只要是 比赛 就是要找两个队来比赛 所以我们这个真正的真正的直接做的话是怎么做呢 就C 五个里面 挑选 两个 就可以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那我来计算给各位同学看 上面 上面是五阶层 底下是二阶层 五减二 三阶层 那这个算法的话呢 对销 于是的话呢 上面变成什么呢 上面变成了五乘以四 下面是二乘上一 于是得到了十场 那么像这样的题目的话来说的话呢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组合的一个应用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重复组合 重复的组合的话呢 这个观念呢 其实是感觉起来的话呢 呃 我们的写法很 很拗口 我们看一下 由N类不同的事物之中 每次取M格为一组 各组之中的话呢 每一类的事物都可以重复的选取 则N中取M格的重复组合 是由H N取M 然后最重要的是 它的算法的话 这个H重复组合 它是没有办法直接算的 它要透过组合 上面跟下面相加 再减一 底下不要动 所以这个 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记得这个就可以了 可是这个过程 大家不会用 所以我们 这个地方 我们要拿这个来当定义 这个地方 不容易了解 所以我们怎么做会比较容易呢 我们从下一个单元 这个地方 我们来介绍 那各位同学 仔细的看一下 这就是重复组合的标准的做法 因为我们就算不了解这个 我们找朋友组合的问题 根据我下面的观念 同学通通都能写得出来 来我们来介绍了什么呢 非负的整数解 注意 非负的整数解 这个观念 只要各位同学有 各位同学就没有问题了 现在我要告诉各位同学 这个问题 有一个方程式 有几个位置数 有n个位置数 加起来是m 什么叫做非负的整数解 就是0啦 1 包含0都可以 不可以为负的 有几种解法呢 有hn取m个 我们就发现 我们只要记得这个就可以了 什么呢 是非负的整数解 比如说 x1加x2加x3 要等于5 请问有 有几组 非负的整数解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当一看到这个题目 同学就不用考虑了 它就是有几种 这有几个变数 三个 所以是h3取5 等于多少呢 这个没办法算 我们就换成c c的话呢 两个相加是几呢 是8 8减掉1 所以7 7除以5 7取5之后 然后这边是7阶层 5阶层 2阶层 那等于多少呢 等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对销 7跟5的话呢 对销之后 它还余下 7乘6 5阶层就不要了 这边是2阶层 就是2 23得6 所以是21种 它有21组 那各位同学记得 只要看到了 非负的整数解 那么 各位同学就想到谁 想到h就对了 非负的整数解 就想到h就没问题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各位同学看到 这个重复组合的问题 有10个面包 这时候相同的面包 分给三个人 请问有几种分法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 分给三个人 我们就假设 第一个人是拿x个 这是拿几个 第二个拿y个 第三个拿z个 那我现在的题目是 转成了什么样的题目 这是应用题哦 转成了一个 简单的计算题 是不是x加y加z 等于10 非负的整数解 各位同学要记得 面包是 我们不能拆的 所以这都是一个面包 两个面包三个面包 那么有没有拿 负一个面包呢 没有 它可以不拿 但是一定至少要 零个或者是一个 所以这个非负的整数解 非常的容易 就是h3取10 然后这个地方 把它改为c 那么两个相加 13-112 12取10 再来的话呢 就是上面阶层 下面10阶层 2阶层 对销之后 12乘11 这是2乘1 6 这个是262 6乘上11 是66 有66种分法 那这就是我们 组 重复组合的问题 那么各位同学记得 只要是能够把它改写成 这样子的分组的 我们不论是分堆 分组 只要能够把它改造成 这种写法的 第一个人 第一组是几个 第二组是几个 第三组是几个 加起来会是某一个数目的 这种都是叫做 非负的整数解 这个题目就是要用的是 重复组合 h 现在来我们来看看 同样的题目 现在有十个面包 分给三个人 每个人至少要一个 跟刚才不一样 刚才是直接分 有个人可能没拿到 那现在的话呢 如果遇到了 每个人至少要有一个 或至少有两个 那怎么做呢 那么我们的策略是什么 就每个人 每个人的话呢 就先给一个就好了 如果每个人先给一个 那么现在给完了以后 假设第一个人拿了x个 第二个人拿了y个 第三个人拿了z个 那么现在合在一起 等于7 为何是7呢 因为十个面包 先每人给一个了 那么我们现在又把这个题目 又转成了一个 非负的整数解的问题了 非负的这个地方 是我们允许它是0 允许它是正的 不允许是负的 请问有几种解法 现在有几个 现在有几个变数啊 有三个变数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有几种选法呢 几种解法 三取七 等于现在我们要把它换成组合 这两个相加 减一 那就是 十减一是九 九取七 来我们来看看 计算来说 上面是九阶层 下面是七阶层 还有呢 九减七是二阶层 那么我们在计算的过程之中 我们当然不要去 把九阶层算出来 七阶层算出来 我们一定要采用的是 对销的策略 那各位同学知道 九阶层跟七阶层 相销下去以后 会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是九 乘以八 七还要不要 不要了 因为七六五四三二一 已经跟这里对销了 这里还剩下一个二阶层 那各位同学知道 二阶层 就是二乘一 一我不用写了 二四得八 四九 三十六 所以有三十六种分法 跟刚才不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再问各位同学 假如每个人至少两个呢 题目 做法是差不多的 如果每个人至少要有两个 很简单 就先给他两个就好了 那你会说 如果第一个人的话呢 要至少要拿一个 某一个特定的一个人 假一柄的话呢 三个人 假至少要拿三个 那你就先给他三个 然后再来继续分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我们总而言之 重复的组合 一定要做到一个什么情况呢 做到一个这样的状况 X加Y加Z加什么多少 等于多少 非负的整数解 这个过程 一定要能够看得出来 就可以用重复的组合了 最后我们的话呢 在组合的部分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 叫做二向式定理 二向式定理的话呢 如果展开来 X加Y的N次方 这个地方是CN取0 这个地方是按照降密的排列 这个X的N次方 是按照降密的排列 Y的话呢 是按照生密的排列 无论是X跟Y的话呢 没有关系 它这个都可以对调 但是记得我们前面的这个系数 这个的系数 从N取0到N取N 这个地方都是组合数 那问题是 这个的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在后面会介绍 现在我来介绍二向式定理 二向式定理的话呢 展开式的话呢 是X加Y的N次方的话呢 它中间的话呢 有一个是组合的符号 CN取K X的K次方 K从0到N 像这样子的写法的话呢 各位同学会觉得很奇怪说 这个地方怎么跟组合有关系呢 其实的话呢 它确实是跟组合有关系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要做一个证明的话呢 需要用的是一个归纳法的方法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用解释好了 我们的话呢 就不用归纳法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来用一个解释的方式来做这个地方的说明 各位同学知道 A加B的平方是怎么算的 那同学的话都知道是 这个背过公式 A平方加上2AB加上B平方 这边的2AB 其实是因为它是展开来 A加B的平方的话呢 它的写法是这样的 这个的写法的话呢 其实是展开的时候 我们在成开的过程之中 一个是AB 一个是BA 一个是B平方 我们把它综合在一起 那么我们的话 如果是这样写的话呢 可微 我们可以这样写啊 加上AB的话呢 ABB加BA 加B平方 在相乘的这个地方 它有两个 从这个地方看不出来的话呢 我们继续写第三个 A加B A加B 这是所谓的三次方的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 如果我们成开了以后会怎么样呢 我们的话呢 A的话呢 我们现在都不把它用平方来看 我们把它全部展开的话呢 是AAA AAB AAB的话呢 还有 ABA 还有 BA 再来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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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1B 还有呢 是2B1A 总共的话呢 有几项呢 这边是三个 所以是2的三四方 有八项 1 2 3 4 5 6 7 8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 这是A平方B 这个展开之后 都是A平方B 那么各位同学看一下 那么它有几项呢 如果我们展开很多 我们这边看得出来是三项啊 其实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总共加起来 这两个加起来是3 那么我们的话呢 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的看法是 这个地方有两个A 我们的话呢 三个位置里面 要挑两个出来 就有这么多项 那这有几项呢 这是 A B 平方 所以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如果全部展开来的话呢 其实是 有三个里面 挑一个A来放 所以是C 三取 一 其余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没有A 所以我们是 C 三取 零 A的零次方 B的三次方 这个是C 三取 三 三个位置里面 选三个出来 那么A的话呢 是三次方 B就是零次方 于是各位同学的话呢 从这个地方大概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了 我们的话呢 并没有将它的完整的证明 证明出来 我们是用展开的思考来了解说 这个地方的话呢 确实是有一个C N取K的一个情况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K 那这边的话就是N取K 那么我们把这个二项式定理的话呢 大概去做了一个展开式的一个解说 组合的这个单元呢 在几率的这个学习范围中 真的是非常重要 如果说在一般的问题 我们在 就是赌博上的问题好了 不论是扑克牌的问题 或者是乐透彩的问题 这些都是组合 因为它没有顺序 没有顺序的话呢 我们先 牌可以先来 也可以后来 总而言之 它是就是那一个组合而已 排也是 这个任何的牌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排列的话呢 稍微限制就比较严格 但是排列万一不会 我们也没关系 我们学会的组合 再加上惩罚原理 就会变成排列了 所以组合这部分来说 对我们来说 在学习上来说 是非常的重要 是重要 感谢观看